房车帐篷,遮阳篷是 大家好,这个病人的下雪天我又出来露营啦 顺便再给大家介绍一款房车帐篷 我之前介绍过两款房车帐篷 都是不需要把遮阳篷打开的 今天介绍的这个帐篷是要把遮阳篷打开的 所以我们先把遮阳篷打开 这个帐篷呢也不是说只有房车能用 只要你车子上装了遮阳篷就能用 打开遮阳篷以后要装这三根杆子 左边一根,中间一根,然后右边一根 是等一下用来固定帐篷的 我们先把帐篷的一端先扣上去 它有个搭扣可以扣上 正面的几个搭扣是镶嵌到遮阳篷的凹槽里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房车帐篷还有遮阳篷帐篷 它都会利用遮阳篷前面这一条凹槽 另一端是跟刚才一样固定在上面的杆子上 做到这一步差不多80%已经完成了 然后把帐篷的角落固定在遮阳篷的柱子上 它这里有这种魔术贴的袋子 然后下面有两个也全都固定好 我们下面再敲一下地钉 因为今天风比较大 风不大的话其实打不打也无所谓 另一边也以同样的方式固定好 然后我们走到帐篷里面 里面的角落也用地钉固定一下 里面这个面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以后呢 就等于车子和帐篷打通了 打开车门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帐篷直接进入到车内 也等于是搭建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型 我朋友这辆车装的这辆篷是2米3的 所以这个帐篷也是2米3 感觉比较小 两个人玩完正好 它也有3米和3米5的规格 我如果买的话肯定是买3米的 因为我的拖挂的遮阳篷是3米的 帐篷打完了可以开始搭别的东西了 我这个一秒打开的桌子挺酷的吧 如果大家对这个桌子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再拍个视频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桌子 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加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